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平时在超市购买的食品食物都是有保质期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以下4种食物它是没有保质期的 而且放的越久越有价值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食物就是陈皮 说到陈皮,相信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用橘子皮晾晒的 它不但可以用来做中药,而且吃起来味道非常好 很多朋友在煲汤泡水的时候都会用一些陈皮 像陈皮这种食材它是可以放置很久的 而且是越久越好 甚至有很多朋友都珍藏着10年20年前的陈皮 这样价值会越来越高 所以家用的陈皮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就是茶叶 说到茶叶,不是所有的茶叶放置越久越好 没有保质期 其实就是这个普洱茶 爱喝茶的朋友都知道普洱茶 普洱茶和别的茶是不一样的 它是存放越久越值钱 而且十几年前的普洱茶会更贵比较值钱 但是我们在保存普洱茶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了,不要让它受潮 只有真正存放保存好的普洱茶才有价值哦 第三种食物就是我们喜欢喝的蜂蜜 经常喝蜂蜜的朋友都知道喝蜂蜜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像平时我们买蜂蜜的时候都会挑一些包装好的蜂蜜 看起来瓶子有一些沉淀物就不会去挑 其实如果有一些土家蜂蜜 里面的沉淀物就是蜂蜜的蜂蜡 而且土家蜂蜜里面是不添加添加剂的 如果我们细心挑选一下买到土家蜂蜜 那么就可以保存很久 但是保存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要蜜蜂好 第四就是白酒 说到白酒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上几瓶 即使自己不喝也会备上几瓶招待客人 那么大家知道吗 白酒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就会纯香 一些年份越久的白酒它也会越值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白酒存放越久越存香 这是因为白酒里面一些物质 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反应 使白酒里面另一种物质挥发掉 所以白酒会越来越香醇更好喝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不过期的食物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